旅居台东市的布农族人 29号在大雅原住民综合服务中心 办理一年一度的婴儿祭 在牧师的带领下 为每位孩童祈福 再由女性长辈为孩子戴上 艺人制作的项链 希望每位孩子都能平安健康长大 婴儿祭司布农族重要传统技艺 能在都会去举办 家长认为意义重大 因为过去以前的老人家 可能他们的时代 一个孩子要成长 要长到四五岁 那样的年纪可能是不容易的事情 可能很容易找腰 要不然就是生病就过世死掉 所以对布农族来说 生命的记忆 婴儿的一个成长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要透过这样的祝福 来让我们的族群能够延续 所以这是我参加的原因 因为在都市很久的话 就会忘记部落的很多文化 所以借着在今天我们想说 一样带着我们的孙子 带我们的孩子 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让他们有那个概念 祈福一事虽然简单 但过程中祈福者 会针对每位孩子呼出他的传统姓名 却成为现代族人认清 氏族关系的重要依据 因为从目前的汉性制度 无法轻易辨别自己 氏族血缘的关系 而藉由举办婴儿祭 传统姓名的唱名过程中 可让都会去族人辨别 每位孩子的氏族关系 避免日后发生 近亲通婚的不良影响 每一年举办就是让族人 知道说我们今年又增加了 什么家族的小孩 再加上早期 和人给我们的信誓都不同 那个信誓造成之前就乱伦了 所以透过这样 透过这样的宁记 也彼此的认识 婴儿祭在过去主要是祈求 孩子能平安健康长大 但准变至今 却意外成为分散在各地的族人 任主规中的依据 同时也藉由这样的过程 认识彼此的氏族关系 凝聚旅居渡会区布农族人的情感 记者no 台中市 查询报导